大家好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 最近呢我读了一本英文原文书 我保证连程度是初级的人 应该都可以看得懂这本书哦 HAPPENESS IS 它里面呢 每一句 都不超过十个字 然后呢它会搭配很多个很可爱的插图 然后告诉你五百种 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所以呢我选里面的八句经典的端语 然后教你们八个超赞的英文用法 你们要去哪里 去的那个猫 到了 我要喝汤 嗯 啊 啊 哈哈 可以了 跑掉了 有两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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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礼拜我回台北看我的宝贝侄子 喂 然后呢 度度度度度度度过了一个超充满小确幸的周末 还记得C's English Corner第一集里面就是跟喂一起教你们过海关的英文哦 如果还想要再复习一下的话你可以点选这边 然后再稍微复习一下 大家都很爱生活中的小确幸 小确幸的英文是什么呢 呃 可以用the little happiness去表达 但是呢 比较贴近native speaker的说法来竟然比较直翻 你可以说 love the little things you do 去表达享受小确幸的这个语意 这本正方型的小书咧 就算随便看几页也会觉得很开心 比如说 happiness is taking off your boots after a long hike like 好像有点臭齁 但是脚子都会非常的舒爽 snorting while laughing 啊哈哈哈 咳咳咳 不太会 我不会 正式进入今天的八句短语教学咯 happiness is having weird friends 小确幸呢 就是有一群很怪很好笑的朋友 happiness is having weird friends 我们来看一下weird这个单子哦 只要是任何你觉得很怪的事情 东西人食物味道等等 你都可以去用weird去表达 非常广泛的一个字哦 my friends are weird the food tastes weird the costume is weird number two 第二句 happiness is staying in on a friday night 小确幸呢就是在礼拜五的晚上舒适的窝在家 happiness is staying in on a friday night 我们要看的是stay in这个片语 其实就是stay home 但是呢stay in又多了一种 窝在家里面很舒服放轻松的感觉 after a long busy weekend and I'd rather stay in for the weekend number three 第三句 happiness is calling in sick 小确幸呢就是请病假的时候了 happiness is calling in sick 不要跟我说你从来没有装病打电话请假过哦 所以call in sick就是请病假的意思 为了做什么事情而请病假 我们中间有个to去连接两个事情 Simon 为了和新女朋友去看电影而请病假 Simon called in sick to go to a movie with his new girlfriend 好啦 当然也有是真的生病人请病假的嘛 Sorry I need to call in sick today 这边注意call in呢念快的时候 如果加个连音会比较好听一点 也比较顺口 call in call in call in sick call in sick number four 第四句 happiness is taking goofy pictures 小确幸呢就是拍一些搞怪的照片 happiness is taking goofy pictures goofy啊是一个我还蛮喜欢的字 它是一个形容词就是那种故意装丑啊 故意搞笑然后傻傻的感觉 就像有很多人在拍照的时候 那种美照拍完之后 啊我们来装丑 这样子 我是不会这样做啦 除了用来形容人很goofy以外呢 当然可以形容a goofy hat a goofy mask or a goofy face 这个party最后咧 大家都开始拍作怪的照片和丑脸照 the party ended up with everybody taking goofy pictures with goofy faces number five 第五句 happiness is when somebody stands up for you 小确幸呢就是当有人为你挺身而出的时候 happiness is when someone stands up for you 这里的stand up不是站起来哦 我们要看的是stand up for这个片语 想想看如果当你被欺负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呢 这样站起来 然后英雄式的这样起身 然后保护你的感觉 好我电影看太多了 但是呢stand up for 就是这种保护捍卫的感觉 stand up for 一个人一个理念或是一个权利等等 stand up for my friends stand up for my belief or stand up for my rights 我们应该要捍卫同志品权和同志婚姻 we should all stand up for LGBT rights and gay marriage number six 第六句 happiness is watching the trailer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movie 小确幸呢就是在电影里面看电影预告 然后期待正式电影要开始的那个心情 happiness is watching the trailer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movie oh I love it trailer呢是电影预告的意思 但是我们要看的是 look forward to这个片语 当你很期待一件事情 或是很期待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就是用这个片语来表达 可以是look forward to一件事情 或是look forward to一个东西 比如说咧 最近我很期待我十月份要去日本旅游了 I look forward to going to Japan in October 见面之后咧 对对方说 我很期待再看到你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gain 在工作场合也很常使用到这个片语哦 很期待能够与你共识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或是写email的最后面了很希望能够赶快收到你的回复 I look forward to your reply soon 从以上例句我们发现啊 我们的look forward to 后面拿接的动作都是Ving 就是动名词的意思 但是我们之前学的好像通常都是to 后面加V原型动词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片语呢 会有一个小小例外的用法了 在使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 Number 7 第七句 Happiness is quitting a job you hate 小确信就是辞掉讨厌的工作 不干了 不干了 Happiness is quitting a job you hate 大家都有辞职的经验吗 我真的很想辞掉这个工作耶 I want to quit my job so much quit 不只是只能表达辞职这件事情 也可以是你停止或是放弃或是不再做某一件事情 电影里面啊常常会听到I quit 就是我不干了 原本他在做某一件事情 然后他放弃半途而非不做了 I quit 戒烟就是quit smoking 最后一句Number 8 Happiness is cozy up in a dry tent in the rain 小确信就是在雨天里面 窝在干爽舒适的帐篷里面躲雨 Happiness is cozy up in a dry tent in the rain cozy up 这个片语啊 就是有种那种窝在被窝里面 窝在毯子里面休息 可能喝一杯热咖啡啊 或是喝一杯冰沙那种很舒适很愜意的感觉 cozy up in the bed cozy up on the sofa or cozy up by the fire 在这里呢我就一定要穿插一个英文小撇布了 很多时候呢可能是文化上的关系 或是环境的不同 语言是不可能完全直翻的 所以当你要用到最正确的字 去形容这个东西这件事情的时候咧 常常是有某些字 是不可以去形容这个东西 而只能形容这个东西的 比如说呢 cozy跟comfortable 其实它们两个字呢 都是形容舒服舒适的 但是其实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只要你们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用google图片去查 比如说呢我google图片cozy 出来的图呢 都是这种缩在被子里啊 毛毯里啊 或是沙发里这种 软绵绵的东西包着的感觉 而当我搜寻comfortable呢 有躺在吊床上 有翘着脚看电视啊 各种各样的 好像更宽广 感觉可以形容的东西更广 其实只要感到舒服的东西 几乎都可以用comfortable这个词 以上就是关于这本书里面的8句短语 以及8个超级实用的英文单字 以及片语 英文小撇步呢 教你另一种查单字的方法 以及找出 最正确的单字 去表达你的意思 I'm Catherine and this is C's English Corner I'll catch you guys later Bye Bye